2023年12月25日聖誕節的皇室會言 查爾斯戴著一眾成員高調亮相 凱特王妃的克萊恩藍大衣將他的笑容趁得神彩奕役 可誰能想到這 那樣容光煥發的凱特卻轉眼便消失 在英國公眾面前了 那是他日金位置的最後一次露面 之後便傳來入院的消息 不過人們沒太多回事 畢竟皇室的瓜有點多 查爾斯先是做了手術又被查出癌症 這一系列事件將英國皇室直接推入風雨飄搖狀態 好在有安尼長公主坐鎮 不管是綠外套還是紅大衣 長公主強勢的掌陀之風都讓人點贊不義 甚至有人看到了女皇的風采 終於皇室看似暫時地平靜了 人們又開始想念皇室的形象代表 凱特王妃炸讓了 什麼時候重回公務啊 這時才有消息傳出 凱特王妃的病情非常嚴重 很可能要休息九個月才能再次亮相 說好的三個月突然變成了九個月 而且隻公布生病不講病情 這是不是太奇怪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威廉的出軌成了是瓜群眾最大的猜測重點 畢竟皇室隻吸了民眾一個籠筒的說法 腹部手術但具體是什麼病情卻一直遮遮掩掩 而近日凱特王妃的病情又傳出新消息了 根據英國媒體報導 海特王妃幻想的是傳說中的不死癌症黑羅因病 這是什麼病 黑羅因病是一種影響消化度的慢性炎症腸病 會導致腹痛、腹射、開藥、發熱、體蟲減輕等症狀 所以也被稱為不死的癌症 有關數據顯示 這種疾病目前在國內的發病率也曾上升趨勢 周年2月18日 威廉皇子獨立量商頒獎典禮 身邊依然不見海達皇妃的身影 2月20日 恆新遁宮的官方帳號發了一個譴責戰爭的聲明 本來沒有什麼 但是對比去年10月同一個貼紙就勢斯極恐了 最新的這個威廉是以個人名義發佈的 連LOGO也是屬於威廉個人的 但在去年10月肯新遁宮發佈譴責巴爾戰爭的貼紙中 是以威廉和凱特兩個人名義發的 從凱特最後一次露面到現在整整61天 一張照片都沒有 此怕是除了不死絕情 背後的內幕沒有這麼簡單 甚至還一道傳出凱特皇妃被小三桶都入圓的大瓜 都知道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一共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哈女王子 一個是威廉王子 哈女王子作為戴安娜王妃和查爾斯王子的侍子 目前是英國皇位的第六信委繼承人 前面有他的父親 個個威廉王子和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生的三個孩子 但士哈爾王子從小半逸1997年母親戴安娜王妃死於車禍後 他便自動一心一意參觀 以小偉的身份加入了皇家騎兵團 哈女王子不屑於皇室的繼承 2018年5月他與美國女演員梅根馬克爾結婚 並生下兒子宣布他們推出皇室的高級色稱 夫妻兩人一直遠離皇室居住 想知道家人的消息可能看新聞來得更快的狀態 成了一個在外放養的孩子 而威廉王子的形象則像極了父母最喜歡孩子的模樣 每走一步循序漸進讀書學習、結婚生孩子 身邊帶著凱特王妃和三個孩子出席各種活動 看上去溫馨又風光 但凱特王妃能有今天走得也極其不容易 原稱之為是平民到王妃的逆襲之路 從小堅信讀書改變命運的他媽 並不是大富大貴 但卻拼死拼活把他們這弟三人送進聖安德魯學校 此個學校每學期光學費就要4000英鎊 為此海達媽媽不惜去貸款 貴族學校一想沒有回頭路 中學時期學費就飆升到22000英鎊 好在付出中有回報 令是把平民三這弟培養得像真貴族 特別是爭氣的海達得字體美勞全美發展 會讀書也就算了 樂氣 游泳 話說 曲棍球 網球全不在話下 為灑者摩拼 就是為了熱天改命 據海達中學好有爆料 海達讀中學時就曾指著《威廉皇子》的照片說 也許某天我會成為他老婆 更誇張的是 據說申請大學時海達本來想去愛丁堡大學 結果一聽皇室宣布威廉皇子要去聖安德老師大學後 勒馬選擇休學一年 近年申請了《威廉的學校》 且和他同個專業 結果就真成功了 海達皇妃在大學裡是校花級別的人物 剛入學時威廉就已經聽過他的名字 在一場時裝無得秀上穿著透時裝的海達 威廉皇子直接愛上兩個人談起了戀愛 一起搬出去租房子住從校園到結婚 雖然海達喜歡威廉皇子 但卻害怕生孩子 因為海達皇妃每次在印期都非常難受 人套反應明顯 據英國皇家評論員艾米賴那甚的說法 皇妃在懷孕的一到三個月期間非常苦惱 她的急性人套反應讓海達皇妃無法享受懷孕過程 但她是皇妃 生孩子是她不得不做的事情 即便是江生元孩子為了皇室的體面 痛到站不住都要一副好人的模樣 穿著裙子大大方方出來恩愛拍照 所以最近一段時間海達皇妃一直穿肚子走路 讓人不免懷疑是不是生孩子後遺症 而海達住院以來威廉皇子被拍到只有一次去看過 更離譜的是之前海達皇妃生三胎的時候 威廉皇子就被有出軌傳聞 威廉皇子的非民情人是名叫羅斯漢伯女的上流貴族已婚女子 她的丈夫是第七代喬蒙德里猴著大衛喬蒙德里 威廉皇子被傳爭與羅斯漢伯女一起過情人節 兩人被目擊在倫敦一家高端意大利餐廳吃洛曼晚餐 威廉皇送給羅斯一條超量的珍珠項鍊作為禮物 而查爾斯三世給海特取回來的後婆婆卡米拉 不喜歡海特喜歡這個羅斯漢伯女 還多次故意給羅斯漢伯女和威廉創造獨處機會 現在甚至流傳出了海特皇妃是不是被小三統了的瓜 這說法戲劇化了點 卻又合乎皇室被新發展走向一時之間力挺的人不少 但實際這種說法真站不住腳 不要說羅斯沒那膽量公然對海特洞都 就算是有他也不傻 他頂多就是想上位進入皇室 若真野上官司這輩子還有什麼意思 不過羅斯不會對海特洞都視真的 有網友認為至少是被羅斯棄的 這說法就有點立意了 誰讓海特皇妃在皇室本來就腹背受敵 生存艱難哩 這些年海特為了維持自己的好形象是一美地人 引了柴爾斯不親兒子親戒子女 又引了卡米拉再皇室子手畫腳 最後環繞隱梅根天天作搖 這生活之間身已經夠讓海特吐血的了 誰承上威廉還弄了個小三 直接讓自己被當眾打臉 如此生活誰受得了 就如同網友說的海特雖然生了三個孩子 但從來沒好好助過月子 你看那身材又乾又瘦 但凡是個幸福的能這魔獸嗎? 想想也是海特被棄病這個說法還真有理有據 再換個意思 他得了這魔蟲的病 與威廉的小心羅斯絕對不無關係 可問題是海特到底得了什麼病? 為什麼會棄得手術需要13天?休養需要9個月呢? 皇室再三說不是癌症 目前情況良好 什麼感覺都讓人不能相信 這次海特入院住的不是皇室成員通常使用的 愛德華七世國王醫院 而是當地最貴的私立醫院馬呂波恩醫院 這是一家專門針對癌症病人開設的專科醫院 以收費高、服務全、專業度高處稱 通常皇室成員有病都會直接到愛德華七世國王醫院 自有真正生鳥重病才會選擇馬呂波恩醫院 非離譜親王在世的時候也曾在這女接受治療 還有馬特麗家公主她是肺癌患者 在人生病重階段就是在這家醫院度過的 可以想像這家醫院對於皇室的意義 海特王妃選擇了這樣的醫院明顯提示外界 她病得非常重如果僅僅是腸胃問題的話 根本不需要如此帶動干過 而有醫學者認為海特王妃的病事不是嚴重 只要重期住院的時候就可以看出來 普通的腸胃類疾病不可能住院13天 除非是腸癌、器官撤除類的病 果然在各種猜測紛云中 有一種說法被推了出來 海特王妃得了克羅因病 根據醫學者的說法 這種病就是撤除病遭部位之後 過一段時間要進行移除 再次對長度進行連接 如此反覆雖然不致命 但很麻煩 而且是東西也要加外注意 第二 突然就想通了 海特為什麼一直這魔獸 那是明顯的消化問題呀? 還有看看她多次出鏡的狀態 到時用手苦著自己的腹部 那不是再向大家宣佈自己身體不適嗎? 這樣一看 突然覺得海特不容易 結婚十幾年天天中在最前面不說 還要被丈夫出軌 被小三氣 前有繼母、弟妹作妖 後有小三挑釁 家中又有三個未成年的孩子 因誰能受得了? 生氣最刺激的大概就是消化系統 海特沒有被棄成癌症已經是萬幸了 想想當年戴安娜為什麼精神仿佛? 又為何不斷挑戰皇室? 還不是被棄魂了嗎? 在皇室生活本就不易 更何況是被示威愛人的惜負 海特這三年肉眼可見的衰老 受到皮包骨 足以說明了皇室生存的舉報為姦 如今海特皇妃想要養好自己的身體 除了遠離皇室之外 還要遠離那些讓他生氣的人與事 所以就有皇室專家發聲 威廉應該帶著皇妃到國外休養 但這明顯不現實 一是皇室目前處於空心狀態 國王柴爾斯自身不保 安妮不可能一人獨挑大梁 威廉必須拿出自己的身份來擔當職責 其次海特的三個孩子都在國內想學 如果他出過一年半載的 孩子們起不是失去醫旁 所以哪怕有錢出錢度假 卻沒命出過休養 這就是海特現狀 雖然不知道卡米拉、羅斯之流 為什麽拼了命也要擠入皇室 但從海特、戴安娜的身上 可以看得出來 那不是一個人人都適合的地方 也不是一個真正榮華富貴的龜宿 好走馬好狗沒吃過這麽震驚的皇室瓜鳥 無論如何 想要證明海特皇妃還安好模樣 唯有健健康康出來露面才得以化解呀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裏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 我們在評論區留言 感谢观看